于去厄北平陶胜于 明下是 顺至肩赴相是 欲居交锅 偶出户 见义人赴吉攘 四补居未就者 略结之 遂是赴于道 相与轻语 言论有名是封 陶大说之 情与同居 客喜 邪囊入 遂同妻指 客字言 顺天人 性于 自去厄 以陶插肠 凶之 于性不喜有主 常读作仪式 而暗头无书卷 陶不予谈 则莫我而已 陶一之 搜其囊窃 则彼言之外更无账物 怪而问之 孝曰 无备读书 岂临可使觉景焉 一日就陶借书去 必护超圣 其 终日五十余指 亦不见其折叠成卷 窃窥之 则每亦搞脱 则烧灰吞之 寓意怪焉 劫其故 曰 我以此代读尔 辩诵所超书 清课数篇 一字无额 陶月 欲传其数 欲以为不可 陶一其令 此射俏让 于曰 凶成不量我之身已 欲不言 则此心无以自剖 咒言之 又恐惊为意怪 奈何 陶故未 不妨 于曰 我非人 石鬼尔 今明中以科目授官 七月十四日奉赵考连官 十五日世子入围 月尽榜放矣 陶问 考连官为何 曰 不通者不得语焉 盖英之有诸神 尤阳之有守今也 得志诸公 目不睹焚点 不过少年持敲门砖 猎取功名 门迹开则弃趣 在四部书十数年集文学誓 胸中尚有字焰 阳氏所以陋列性尽 而英雄诗智者 为少此一考尔 陶身然之 尤氏一家敬畏 一日自外来 有忧色 叹曰 仆生而平贱 自为死后可免 不为尊战先生相从地下 陶请其顾 曰 文昌奉命都罗国封王 连官 知考岁罢 数十年由神好鬼 杂入横文 无被宁有望耶 陶问 此辈皆谁何人 曰 吉言之 君亦不实 略举一二人 大概可知 月正失况 思库何瞧事也 仆字念命不可评 闻不可视 不如修尔 言以样样 遂将至任 陶婉而未知 乃指 至中原之息 为陶约 我将入围 凡于魅爽时 持相助于东野 三乎去恶 我便知 乃出门去 陶姑酒烹仙以待之 东方即白 静如所主 无何 于邪一少年来 问其性自 于曰 此方子尽 是我 良友 是于场中相谢后 文兄盛名 身欲拜时 同志欲 丙竹为礼 少年亭亭似欲 亦度千晚 陶慎爱之 便问 子尽佳作 当大快意 于曰 言之可笑 为中妻则 做过伴以 戏神主司姓名 果具尽出 其人也 陶善炉敬酒 应问 为中何提 去厄魁解否 于曰 书亦 经论各一 夫人而能知 侧问 自古斜屁固多 而是封至今日 坚情丑态 欲不可明 不为十八欲所不得尽 亦非十八欲所能容 事果何数而可 或为一量加一二 欲 然疏失上帝好生之心 其一增语 否语 或别有道已清其缘 而多时其息言物隐 地策虽不佳 颇为痛快 表 你天魔填灭 此群臣龙马天衣有差 此则摇台应至失 西池桃花腹 此三种 自卫场中无良矣 言矣鼓掌 方孝曰 此时快心 放胸独不矣 数尘后 不痛哭使为男子也 天明 方欲辞去 桃柳与同欲 方不可 但欺慕至 三日静不复来 桃使于往寻之 于曰 无须 子静全全 非无异者 日记兮 方果来 出 一卷受桃 曰 三日诗曰 静路就一百余座 求一品提 桃捧独大喜 一句一赞 略尽一二手 遂藏诸四 弹智更深 方遂流 与于共踏寝 自此为常 方无息不至 桃亦无方不欢也 一息仓皇而入 向桃曰 地榜已接 于五兄落地已 于方卧 闻言惊起 绚然流涕 二人及亦未戒 替时指 然相对默默 书不可堪 方曰 世文大循环章 桃后将至 孔诗智者之造言也 不然 文场上有翻覆 于文之色喜 桃寻其故 曰 桃侯亦得 三十 年亦寻阴曹 三十五年亦寻阳世 两奸之不平 待此老儿一宵也 乃起 拉方俱去 两叶十返 方喜未陶曰 君不贺五兄曰 桃侯前夕智 裂岁的榜 榜上名字 只存三之一 便月已卷 得五兄甚喜 见坐交南巡海使 但晚于马可道 陶大喜 至九称赫 九树行 于问桃曰 君家有贤舍否 问 将何为 曰 子敬孤无乡土 又不忍戛然于胸 地义欲甲管相依 桃喜曰 如此 为姓多矣 即无多乌语 同他和爱 但有颜君 须先观 白 于曰 沈之尊大人辞后可依 胸场唯有日 子敬如不能带 先归何如 逃流伴逆履 以带同归 次日方目 有车马之门 皆于利刃 于起 握手曰 从此别以 一言欲告 又恐祖瑞尽之志 问 何言 曰 君命燕迁 生非其时 此刻之分时之一 后刻还后临世 公道出章 时之三 三刻时可望也 陶文玉中指 于曰 不然 此皆天数 即明知不可 而注定之间若 亦要立尽耳 又故方曰 乌烟至 今朝年 月 日 时皆 凉 即已于盖宋君归 朴池马自去 方欣然败别 陶中心迷乱 不知所主 但徽替宋之 鉴于马分图 倾刻都散 时回子进北悬 未至一字 而已无己以 三场弊 不慎满志 奔波而归 入门问子进 家中并无知者 因为复述之一 复喜曰 若然 则刻至久已 先是陶翁咒卧 梦于盖指于其门 一美少年自车中出 登堂展拜 亚问所来 达云 大哥许甲一社 已入围不得携来 我先至已 言已 请入拜母 翁芳千雀 世家敖入约 夫人产公子 已 恍然而醒 大齐之 是日桃檐 是与孟福 乃之二极子进后身也 父子各喜 明知小进 而出生 善业提 母苦之 桃曰 躺世子进 我见之 提当指 俗记刻武 故不令陶剑 母患提不可耐 乃乎陶入 陶屋之曰 子静悟耳 我来以 而提正极 闻声措指 亭地不顺 如审故状 陶摩顶而去 自事静不复提 数月后 陶不敢见之 一见则折腰所报 走去则提不可止 陶一狭隘之 四岁离母 折旧凶眠 凶他出 则贾妹以似其归 凶于 枕上叫毛诗 颂声尼南 夜尽四十余行 以子静怡闻寿之 欣然乐读 过口成颂 是知他闻不能也 八九岁眉目朗彻 婉然一子尽矣 陶两入围 皆不地 丁有 文场事发 连官多遭诸浅 共举之徒一宿 乃张循环立也 陶下磕中覆车 循共 遂挥至前途 隐居较地 常与人曰 无有此乐 汉怨不亦也 亦始誓约 于美至张夫子庙堂 瞻其须眉 林丙有生气 又其生平音雅如霹雳声 毛马所至 吾不大快 出人一表 是以将军豪武 遂至宇将 冠武 宁知文昌是凡 虚侯故多哉 乌乎 三十五年 来和睦也 双引号 好